这条小姐姐可不是一般人 她可是五大齐刘海之一的蛇餐孟子 遇上她的人 基本上都被完成了试变 结果没想到 这个奇葩的眼镜男还舔着脸朝她面前凑 眼镜男直接下住了一个筹码 然而孟子一上来就放出了大招 直接夹住了四枚 但是不信邪的眼镜男有些不信邪 认为孟子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一旁的亚里也在不停地嘲笑她 受到刺激的眼镜男立马跟了上去 结果这个老六只拿了一副伞牌 而孟子则是二合五的铜花 这一下眼镜男连想回家找妈妈的心都有了 评论区输入交换夏天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快看看你交换的是什么吧 接下来亚里也加住了三枚筹码 这一次眼镜男学乖了 选择了不跟 因为他认为只要守住手里孟子的几个筹码 比赛结束后自己就不会输 孟子的一个筹码可是价值3100万的呀 结果亚里这一局也是一手散牌 崩溃的眼镜男开始崩溃 起居下来让他彻底怀疑了人生 然后接下来孟子的一番话 更是让他意识到蛇餐孟子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原来孟子早就看出来眼镜男和短发妹是一伙的 短发妹一直在给他传递信息 甚至就连他们的作弊手法都一清二楚 大大的吓了两人一小跳 从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作弊手法 竖着摆放的就是黑头 向右倾斜就代表是梅花 向左倾斜就说明是方块 向前一动的话就表示了红头 这么嚣张的作弊手法轻轻松松就被蛇餐孟子给识破了 眼镜男瞬间变得发狂起来 只见孟子不慌不忙地告诉短发妹 其实作弊有更好的方法 只要在桌子下在她的手上画一下就可以了 我去 竟然还有教别人如何作弊的 孟子就是想在有人出老千的情况下享受赌局 这种嗜好也太耐啥啥啥了 评论区输入推荐加上你的城市名就能触发这个彩蛋 快去看看你的城市有什么吧 第七局游戏正式开始 这一次短发妹拿到了铜花 眼镜男大喊着让她快点家主 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短发妹有大牌了 孟子和亚里果断选择了气牌 眼镜男这个老六的确有当初的前置 第八局的时候 眼镜男再次被亚里虐杀 气得他当场就叫起了妈妈 现在的游戏只剩下了最后两局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眼镜男就要背上五千万的欠款了 于是他准备让短发妹把孟子的筹码输给自己 这样他就能够拿到第一 可是短发妹就永远翻不了身了 这一局孟子拿到了二和六的童话 而眼镜男则拿到了五和七的童话 成功赢下了这一局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局了 惹谁都不要惹这两个女人 因为他们会让你瞬间怀疑人生 比赛终于到了最后一局 上过学的眼镜男立刻挠不起来 只要孟子和亚里两人相互作弊 把筹码给排好的一方就能拿到第一名了 所以这最后一局必须要自己或者短发妹赢下才行 这一局短发妹直接拿了一个对酒 开心的眼镜男开心极了 自己只要不跟就行了 肯定能得第一名了 于是示意短发妹开始下主 结果接下来孟子和亚里都加注了孟子的筹码 也就是说如果短发妹要是赢了就是一一七千二百万 她就会超过眼镜男获得第一名 眼镜男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宠物超过自己 于是立马命令短发妹不要跟住 孟子站起来告诉她 反抗的机会就在你的眼前 就看你珍惜不珍惜了 早已受够了宠物生活的短发妹立马选择了跟住 孟子和亚里两人都是散排 短发妹成功赢得了最后一局 本以为能得第一名的眼镜男却变成了第二名 还白白损失了一千万 不过这点钱自己应该还是能还上的 接下来学生会宣布最终结果 第一名是亚里第二名是短发妹 第三名是孟子 最后一名则是眼镜男 眼镜男表示难道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这么简单的算术都不会算吗 她有五枚孟子的筹码 每个筹码三千一百万这样就已经是一一五千五百万了 原来孟子并没有申请自己的全部三一一千万的欠款 而是只申请了五千万 亚里却申请了三一一千万 眼镜男一直以为是孟子的筹码最值钱 殊不知亚里的一个筹码才是三千一百万 这场比赛下来眼镜男成功负债三一一千万 沦为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宠物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